2016年11月 慈濟在菲律賓納茂 舉辦三天大型疫症 蔡新寶親眼所見 許多原本未病所苦的老人家 不花半毛錢就獲得醫治 感動慈善力量如此之大 決心加入慈濟 蔡新寶二十歲時 從大陸福建到菲律賓打拼 如今經商有成 積極回饋社會 他在當地新辦華文教育 也帶動員工一起行善 來到台中禁司堂 參與海外營隊 蔡新寶獲贈寫有禁思語的手帕 這將是他今後自我期許的方向 願意要打 自要堅 氣要螺 心要事 一定以這個努力的目標 大愛新聞的亞平蔡玉凱 台中報導